它具有收纳 就是有收纳功能 昨天那一个是 就是只有一只 一只棒子 然后卷卷的很难操作 比较不容易操作 然后今天我要介绍的这种 是比较好操作 而且具有收纳的功能 我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它外面有一个盒子 有一个盒子 然后这个是头 那我们要使用的时候 就把它拖起来 有没有 对啊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你要去梳拖的时候 就是这样慢慢拉慢慢拉 拉到你需要的长度 对然后 这桌上比较清楚 桌上比较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慢慢拉出来 拉出来到你看你需要的长度 然后你就去可以做那个 疏通水管的动作 那疏通完以后 你要收藏的话 这种的就比较好收藏 你可以把它再慢慢卷回去 不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收好 昨天介绍的话就没有办法 就是就只能这样卷卷的 末端有个卡榫 对 它末端有个卡榫 可以卡住 然后你就这样也好收藏 看要挂在哪里就很简单 这是 这个是 今天我为各位介绍的 另外一种水槽的疏通器 希望你会喜欢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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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